同心抗疫,你我出來 我們很久都沒有上學了 街上和公園的人少了那麼多 每個人都戴口罩 對,因為最近有一種 嚴重的呼吸系統疾病 2019冠狀病毒病 這種疾病是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 它是會傳染給其他人 是一種傳染病 它跟我們平時聽到的細菌 有什麼分別? 新型冠狀病毒比細菌還小很多 雖然它很小,但也可以令我們生病 染上這種病可能會令人發燒 全身無力,肝咳和呼吸困難 那去看醫生和吃藥 豈不是會快點痊癒嗎? 嗯…科研人員已經很努力研發疫苗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 增強自己的抵抗力去打敗這個病毒 而且有很多醫護人員都在努力對抗疫情 我們要感謝他們的付出 不僅僅,我還看到很多人 為了對抗這個病毒很努力 出了很多力 好像清潔叔叔和依依 他們很努力擦乾淨的地方 我們要感謝他們 不要忘記,還有在口岸和隔壁營 為我們把關和服務的防疫人員 大家同心協力,才可以對抗疫情 但是我這麼小,有沒有事情可以幫忙 首先你要大概知道病毒是怎樣傳播 它主要是經呼吸度飛沫傳播 簡單來說 就是吸入患者打黑癡、咳、吐痰 或者說話的時候所噴出來的飛沫 而受到感染 另一個傳播途徑就是接觸傳播 即是觸碰到帶有病毒的物件 再摸眼、鼻、或者口 病毒就很容易走進你身體裡 那你還想不想到 其他預防病毒傳播的方法呢? 我們儘量留在家裡 避免去人多遮迫的地方 沒錯,我們應該減少社交接觸 例如避免同人騙手 避免社交聚會 以及避免聚餐 還要生活有規律 以及作息定時 雖然不能跟同學去公園玩 但也可以在家裡做運動和看書 對了,那我們就一起注意健康了 但這些病毒小得好像隱形 偷偷地躲在不同的物件上 如果我們碰到的地方 那怎麼辦呢? 那也不用那麼害怕 記住,只要我們用簡易洗手20秒 就可以消滅它們了 你還記不記得怎樣洗手呢? 記得 開水後再找簡易來幫忙 把手掌 手背 紙蠟 紙背 帽子 指尖和手腕擦乾淨 病毒就會沖走 我們還要避免用手摸眼 鼻子和口 還要記得蓋上廁所板 然後才沖廁 我們還可以戴口罩 保護自己和其他人 不過,記住用完的口罩 要丟在有蓋的垃圾桶裡面 只要每個人都有功德心 盡自己的責任的話 就可以減低病毒全部的機會 這幾天都沒見到 旁邊屋的公公婆婆 不知道她們有沒有口罩用呢? 不如打電話去關心一下她們 如果沒有口罩 我們又分享些給公公婆婆 我今晚都發個訊息給表弟表妹 先去關心一下她們 你真是抵贊了 在這段這麼困難的時間 都懂得關心其他人的需要 你還可以將今天 學到的防疫小知識 告訴她們 我們同心抗疫 你我出力 做好自己 關心別人 一定會很快打贏這隻病毒 太好了 我的天啊 太好了 太好了